《財資大道》 林極營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這一節是NBO TV會現場直播的 我們嘉賓有廣東省地產商會副會長韻德輝 你好 韻德輝上來自不然會跟我們說說 中港兩地的樓市特別在內地方面 其實內地十一黃金周假期這段時間 我們見到市面上都熱鬧了 多了人出來旅遊 大家說市方面這麼好 可能有些人就將錢 不要買那麼多東西 留回來投資 中央出手之下 你自己怎樣看內地的投資環境呢 我想說說這兩三年 十一黃金周的喜好 前兩年其實都是旅遊 這些正常事 但今年有些不同 如果你現在受樓部看 人山人海 是 我說清楚是一二線樓市 不是那些三四線 現在很有趣的是 今年多了的節目就是看樓 這件事我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 如果我們去香港 你看到金子經那裏 很多人都會塞車 如果現在去 但受樓部都會塞人 很有趣 這是不是說整體氣氛方面好 特別是投資市場的氣氛 令大家對市方面 尤其是一線城市方面 信心大了 其實我這次是第三次在媒體說話 其實我第一天就是剛剛那三個部位 那一天 我也是做直播的 那件事 我就說 我就 其實我很大膽 我就說 我建議大家入些內房 當然主持也問我 那是室 那一間屋又買不買一個 其實我們當日都收到封 我們都說 其實一線城市 應該兩天會放寬限購 那我說 如果你問我 第一 內房你就撿一些 有一二線城市 大灣區優質那些 又穩陣些 你知道我也很穩陣 第二 就是如果在一線城市 那些限購一放 我覺得樓市會動 一二線城市 其實其實 到今天大概一星期 正在做 全部跟我說的一樣 那實際來說 不同的組合權 對整個投資環境的刺激作用有多大呢 特別是財富效應 是否真的能夠帶到樓市方面呢 我們看到內地方面 其實過去一年都很多 鬆綁 那些下什麼下什麼的措施 都已經解封了不少 加上海、廣州、深圳也都宣佈 或者放寬樓市的限購措施 怎麼看對房產的刺激作用呢 你找到我 我當然用一些不是一般香港分析師的角度 我問國內的人 怎麼想想 第一 其實股票 最近的股民很開心 他說幾十年都沒試過 升得那麼多 我聽清楚幾十年 就是誇張一點 所以是真的鬆綁的 限錢多了 買東西疏爽了 你知道股票的錢 是想它跌下來的 第二 投資有風險 最重要是量力不為 當然 既然要兜底 我把情況告訴大家 第二 其實一二線城市 一向都有需求 一向的人都不只是自住 一向都希望多買一間收租 一向都希望多買兩三間 為什麼呢 一二線成績的經濟是好的 很多外面的人都進來住 進來做事 他們是想一開始租 租一下租一下就買 買下賣落葉歸根 所以其實一線 我可以說我二十多三十年前 我講到今天 我都說如果你買一線樓 不會輸的 不過那些人不聽我說而已 不知為何到差不多下方 但是我跟你說 如果我拿那些 我可以說說我九幾年 拿一個升十倍了 當然你拿不拿得久 你拿不拿得久 也要看一個時間 如果你早幾年 可能在高位買了 其實現在還坐著 如果是前幾年買的 現在還差一點 其實這次放了一線限購 會有一個情況出現什麼呢 第一 因為他們現在入貨的成本低了 持貨的成本又低了 即供樓 第三 是不是全樓市的系統 不是 有些像香港最近放蠟燒 那個發展商的樓 會是恰恰的 但是二手樓 如果想恰恰的 可以 賺點價 其實 你看回香港 不是沒有成交過二手樓 不過好像 得頭得尾這樣去成交 其實現在中國一樣發生的一件事 就是 這些政策 其實是幫一線 即是發展商鬆綁的 第二 如果你是私人樓 OK的 麻煩你便宜一點 因為為什麼 我問你了 發展商的新樓 你那間就十年 或者十五年 那當然是買新的 差不多錢 講完了 跟現在香港一樣 即是一手市場 會約回來 已經搶了不少二手客 其實你自己看 現在內房方面 正面對什麼問題 過去一年其實也有推動 不同措施都推不動 近來整個投資結婚好一點 就有機會可能推動 你自己看面對什麼問題 作為發展商 做了三十年 我們面對幾個問題 第一 我們由上中下講 第一當然是銀行貸款的態度 因為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下用了自己的錢 你不會做 因為那個槓桿不英俊 回報不英俊 所以我們一般都要借銀行錢 你之前前幾年 很有趣的 香港就一直加息 國內其實一直在減息 但你說減息都還是高 其實借了錢都沒有所謂 第二就是賣得到 所以第二就是 除了我們借錢回來 蓋東西 你賣到就行 但前幾年很明顯 就是政策 自從主席說了一句 是住完不是炒之後 其實我想幾年來 大家也知道 都一直下 那一路都有些政策卡住呢 對 見你旺美限貸 限購 限購 但今次一線城市 放來放到什麼呢 香港人上去 可以買 買第二套 可以買 星球人去到也可以買 那你不一樣 以前不是 買第一套 Sorry 不可以買 買第二套也可以 一次過 要不就成本高到死 那你心想 那我買幹什麼 第三就是 如果你看見整個樓市 一潭死水的時候 我再買那怎麼辦呢 那個氣氛又會影響 所以其實 今次放 這個組合權 其實對發展商 特別一二線發展商 是一定放生他們的 當中 其實以往 我們在說疫情前 十一黃金周的時候 大家會說金九銀十 都很久沒有聽過這四個字 今次有國家政策方面 出台支持之下 樓盤的銷程會怎樣 剛才你說 少女處有多人 多人是否等於銷售方面好呢 這樣說 又不是好像日光盤去完 不過 真的有些單位數字 有些低的雙位數字 這樣賣了 好一點的了 第二就是說 金九銀十 是因為 為什麼有這樣的傳統呢 就是說 譬如剛剛 銀行 到年底又結帳 你的錢不用買 他又沒有用 傳統積了很久 其實幾年來沒有了 但是今年會有一個 金九銀十 十的尾會出現 但是怎樣都好 我們不會叫小楊春的 我們覺得 就是說 好轉 如果你比喻 就是一個奧運選手 他斷了腳 現在可以走了 到跑還有段距離 不過是走的了 就不會以前那樣 躺在風暢點 發展商 很老實 不進取 還有 這樣說 以前又高價 又賣得好 現在是什麼情況呢 就是 先走回來 但是價錢就不用賤價 但是就不是高價 我舉個例子 譬如廣州那間屋 可能前幾年 他放六、七百萬 如果現在想賣得到 五百多萬 就是會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很像香港的 有點像的 好像香港那樣 你二手 其實二手也是賣得到的 便宜一點 但是你看看一線城市 跟二、三線城市的比較 是怎樣 一線城市也放寬了一些限購 或者限賣的措施 其實二、三線城市 更加可能 已經是辣椒差不多 很多都放鬆了 其實 怎麼看兩者的分別 其實二線應該就 有沒有記錯 就年多前開始放 已經比較早 早的 其實跟國策有關 其實中央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 你知道他都一浸一浸一浸去 其實在去年 其實都看到不妥 但是又怕一線一放 不行 所以其實在二線 譬如我說什麼叫二線 中山 佛山 這些 其實已經放了 但是放了之後 就不似預期 它又不是不動 但是動得很慢 還有就是 價格要降得比較低 才能去到貨 但是這次一線放 它就不用將賤價放 但是也不是說一窩蜂買光 我想是 都要恢復一些事情 還有剛才你說 A股 那些人說幾十年都沒試過 這麼爽 所以我想財富效應 下一步就是 如果人們在市場拿到錢 那他們怎樣呢 會買樓 用來投資 以前不行 又限購 又不讓你買第二套 借資也不行 現在你又有些多餘錢 又有些貨可以賣 所以我覺得整個健康發展 大家配搭到 會很好 那你至於怎樣看大灣區 城市方面的情況呢 特別是 港人現在都很多時候會北上 大灣區與港澳大灣區的融合之下 其實香港人很多都可能 在大灣區方面都想有一些投資 其實哪些城市可能會比較多 是否都是看一線城市 其實呢 你發覺今年 是不是很多大灣區盤下來 不是 如果你發覺前幾年 你在尖沙咀 周街派傳單 你發覺派傳單的人多過客人 但你發覺今年 那邊呢 收斂了 少少 另外就優質樓盤 他才敢來香港賣 我想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上面真的 他都沒有市場 第二呢 就是說 我們因為融入大灣區之後 香港上去買樓的東西 其實都方便了 例如 我用醫療券 例如 如果你證明你買樓 一筆個錢上去 不用說幾萬幾萬這樣上 第三呢 就是說可以借到國內錢 第四呢 就告訴你老人家 你上去之後 總有一間在左近的醫院 街市 好 這些配套都很重要 這些配套很重要 因為 這樣說 我發覺最近這兩年 上大陸買樓的人 不要介意 都是上了年紀的那些 通常就拿著幾百萬 或者香港的樓 又有些錢 他們的想法是怎樣呢 就是 不如我在香港 吃一頓都這麼貴 在大陸 將某些快餐店的價格 都可以喝到茶 所以 他們開始想 是不是將我香港那間 租了他 拿不錢 我在上面生活很好呢 加上一些老人金 其他東西 其實開始很多 上一年紀 上一年紀就是五十多六十歲 六十多歲那些 這些會是生力軍 但是你說 年輕人蜂擁上去買樓 我就未見到這個熱潮 暫時未見到這個情況 我知道 你除了在內地方面 有發展之外 其實近年都下來香港 是香港發展商 其實你怎樣看 中港兩地的樓市表現 特別是香港這邊 其實大家都關注著 股市財庫效應 會不會去到樓市方面 可以呈現到呢 我會這樣看的 其實呢 辣椒之後 就將這幾年聚職了 非香港投資者 或者非用家投資者 其實全都用了 三四個月 全都用了 有些agent說 哇 我做辣椒之後四個月 等於去年 即是二月底切辣之後 大家形容痰花一宴 不是 那個痰花是什麼 那些花就是為了 儲存了幾年的投資者 限購 很多東西我們不方便 那些人就全都用了 接著又大件事了 剩下來了 好了 上個星期 整件這樣的事 股票 我想是分析師 不會回答你的 你問他一個問題 持續多久 你留意一下 我最近聽了十個分析師 十個分析師 沒有人敢回答你 會維持多久 因為沒有人計算到 用器材又計算不到 用數據又計算不到 其實我都不敢回答 因為實在 不知道可以維持多久 不過 最近出了幾個現象 第一就是 因為財富效應是有用的 就是說 咦 反正我也想買樓 剛剛又套了錢 銀行又減息 那些盤又已經跌了幾年 好像開始跌跌 不跌了 我發覺他們 我又不是說他們集體 不過發展商都聰明 例如啟德 現在有六七千個盤 留意了 大家都是刮囊騰的 A盤就 阿甲月丙做 B盤就月丙丁做 D盤就丙丁甲 你發覺很有趣 所以其實他們不可以打自己 你低於伴侶 那邊都有很多合作盤 對 所以變成 其實 我估計今次會怎樣呢 你說去回小陽春不可能 因為大家看的供應真的很多 但是 會不會去回前幾個月 辣椒之後這麼靜呢 又不會 所以最近有幾個樓盤 收票位不錯的 有幾個單棟樓 在港島 近地的站 而它按到 1萬6元 1萬7元 其中有一個跑馬地 賣光了 它又不是很多 可能一百幾十個 一百十個都賣光了 即是不開名 大家知道 所以其實 你留意一下 是好轉了 好轉有幾個東西 第一 我聽到你的節目 趙國雄說 要跌底了 阿Justin是朋友來的 我就是這樣看的 他都頗準的 我都頗準的 不過當然是參考 第二 我自己覺得 我們發展商有成本的 有些已經是成本之下推 特別是開始那一層 其實很多人很聰明 開頭那一層 一般都賣光 第二層是七成多 第三層 之後開始萬立 立的 現在比較好 第一層賣光 第二層都接近賣光 第三層會賣光 六、七成 如果是這樣看 即是說 會立的 不過 又不會之前幾個月那麼慘 我知道 你以往也有在市區方面 找一些單動項目 做一些重建 其實現在在這個階段 又會不會積極 零 回答你都可以 我說說我們重建 重建香港只有兩個渠道 一是URA 市區重建局 一是我們私人 大約整個市場 我們私人佔七成 偉生他們 就是偉子成 他們就兩成五 即是全香港的供應 不過 數字是這樣計算 但其實不對 為甚麼呢 他不帶 對整個區有悲益 那些 他不看 但我們 四千尺做 五千尺做 六千尺做 他那些要建公園 建那些才做 但比例上 他一個等於我們幾個 我給個數字 你就知道 其實為甚麼 我提醒你 由年頭到今天 那個叫做 土地審裁處 即是說 當你收樓 修正爭拗叫 你就去申請強迫 今年的申請是零 那為甚麼會零呢 都沒有開始 又怎麼爭拗叫 怎麼會有申請呢 即是不積極 是的 都不是不積極 動不了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去收樓 你開頭那些叫信的人 他都很簡單 我不狼你 起碼你 阿偉生就七年樓零 我們可能比高一點 十年樓零 你附近買回家 但如果現在給你的錢 都買不到 你會怎樣 我不收了 我不讓你收 就是這樣的情況 這條數都真的要計 最後預測了 今年樓價走勢怎麼走呢 如果 你說香港還是大陸 中港兩地 先說香港 香港應該跌到 分三個區 港島區大概17,000至18,000 九龍區15,000 新界區8,000至18,000至18,000 大部分都是這樣 如果你是一線城市 北上廣深 內地 那你就 譬如廣州 看區 一般是三萬多元 方 即是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 至到六七千元 尺 即是六七千元 北京是七八千元 上海是五六千元 深圳是五六千元 二線 差很遠 中山 佛山 可以便宜到兩千元 投資最重要 如果你在內地更加要實地考察一下 看清楚自己的需要 最重要是量力而為 今天我們跟廣東省地產商會附會組 文德輝先聊到這裡 謝謝 謝謝